在這一段防疫期間 我強烈要求柯市長 戴上口罩 閉嘴 柯黑大將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再槓柯文哲 你口罩不夠 我個人的 我可以捐給你 那你就多戴幾個吧 那如果有防毒面具 那當然這是最好 冷言酸語 就是不滿柯文哲 日前脫口爆料 洩露出滯留武漢四百多人 返台之後的隔離安置地點 他的性格跟作風 就是典型的啦 生雞人的沒有 放雞人的一堆 你不但應該配合 而且應該保密 你還貴為醫師 你比任何人都應當更熟悉才對呀 我沒有特別去爆料幹什麼 有什麼惡意的 我是遵守SOP的 你只要跟我講什麼可以講什麼不可以講 即便柯文哲坦誠失言 但掀起的爭議風波 可沒這麼快平息 苗博雅臉書上也說 任何理念都需要顧及公共利益 公開透明 不是無限上綱的唯一真理 批評柯文哲是大嘴巴 如今武漢肺炎疫情蔓延 衝擊的不只是公衛防線 也意外掀起政壇防疫的口水戰 關於新聞林季祥林凱倫 台北報導 文哲中 武漢肺炎劑